HELLO 大家好!我是屬妍!我是Mindy! 我們今天要來徵選雄獅特務 因為我們想要前往澳洲的黃金海岸 那我們還自己幫我們的旅程訂了一個主題 叫做大口吃用力玩 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如果我們成功成為了熊獅特務的話呢 我們兩個就可以一起前往澳洲七天 然後帶大家去看澳洲的美景 欸 你現在在幹嘛 我有點看不到 我以為大家應該沒有猜到喔 所以今天呢 就想要請大家幫我們一個小忙 好 所以現在呢 大家很重要的是看完這支影片 你要點開資訊欄 然後點進去那個連結 因為呢 他在這個活動呢 會有一個專門的PO文 PO文的戰術越高 越有可能成為特務 所以我們會選出五位的幸運觀眾 如果你有幫我們按讚 然後留言寫下 我想要收到你們的明信片的話呢 我們就會在澳洲寄明信片給你們喔 所以重點是 我們要先去澳洲才有辦法寄明信片給你們 大家幫幫我吧 歡迎出國旅遊 雖然是跟明迪一起 好 不管是新朋友的舊朋友呢 我相信大家對我們的Vlog都不陌生 那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兩個之前一起旅遊的經驗 因為我們其實非常常一起出國 我們今天一起出國 我們去歐洲玩 然後因為錢都到我身上 然後獵人如果想吃什麼東西要經過我同意 他就說 好想吃什麼什麼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那東西看還好 或是我自己不想吃 我就說不行 然後後來就是養成獵人的習慣 他看到想吃的東西 他又不敢問 所以他就一直盯著那個食物 就我們可能已經走了很遠 然後他眼睛一直盯著那個食物 然後或是越走越慢 他是為了想吃 然後等到我忍不住想說 怎麼了嗎 有事嗎 他就會說 喔 姐姐我好想吃那個 比如說那個肉串的 可以買給我嗎 然後就說 拜託 真的太餓 我一定要想吃 就不停的裝可憐 然後我就會買給他 好 那再次分享第二個我們旅遊 之前也發生過的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去希臘的Santorini 一起去看夕陽 仕逗跟我們一起去看夕陽 沒錯 不要問 OK 然後因為看夕陽的地方 就是好的view 那邊都有餐廳 所以我們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一間還蠻高級的餐廳 就是view非常的好 然後大家知道那邊的夕陽真的是非常的美 所以看一天就覺得說不行 我們每天在Santorini 我每天都要看到這個是美麗的夕陽 然後我們還跟我們朋友一起去 所以我們就約好說 那我們隔天同一十度 我們再出去在同一家餐廳 就要佔一個好位子 那我早上我妹一起去 我妹就有點悶悶不樂 我想說 你在Santorini 你怎麼會讓我看起來悶悶不樂呢 因為我很怕我吃不飽 因為你知道那種很貴的餐廳 就是價錢非常的貴 可是份量非常的少 超少 熱風了 然後我妹就一直說 可是我去那邊我又吃不飽 所以他就是希望說我們 就是到那邊去站著看 就他站著也是可以看到 夕陽只是位置可能就沒有那麼棒 就要在人群之中找到一個好的spot 所以他就說他不想要 然後就是拜託我去跟朋友說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今天去吃那種便宜 然後可是份量非常多 就燒夠大碗的 然後吃了很飽的時候再去看夕陽 然後朋友就非常傻眼 就想說 蛤? 你妹為了吃居然 不是 因為畢竟如果是浪漫餐廳 是要跟男友 反正姐姐就覺得 反正吃飽比較重要 然後再去看夕陽就可以了 好 但總而言之 就我們兩個真的非常喜歡旅遊 可是呢 其實我們兩個之前去旅遊 都比較少走一些那種 什麼海洋上的活動啊 或親近大自然 因為我姐呢 她非常非常的怕 沒有沒有 對 我是非常怕死的人 但我有點輕微的海洋恐懼症 但是我就覺得這次的女生 畢竟已經去到一個 就是啊 我都是一個大自然的天下 我就覺得我要克服我的恐懼 我要去潛水 我要去跟鯊魚游泳 我要去跳傘 就我要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 對啊 已經露營存證了 如果我們到時候真的順利去 那我們就是要去潛水 而且就是我就是那種 跳傘也會害怕說 不是怕高 我會喜歡沒有聚高症的人 那我就會害怕 我跳傘那個傘 會被打不開 就會想很多 就是劇場想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物 才會設成 只有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 就是我們要挑戰各種不可能 然後李眼神 它是有超級超級嚴重的藕包 它就是隨時隨地就是 怕自己很醜什麼的 就要很美啊 你的臉就覺得說不行 我不可以那麼醜 可是你今天你要挑戰你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 我們突破我們自己的極限的話 就拜託你一定要去幫我們投票 投給我們一票好嗎 就幫我們的PO文按讚 在下面的資訊欄 就可以收到我們的明信片喔 好 所以我們希望呢 能成為特務前進澳洲 用我們的VLOG 來進入這段旅程 用我們的鏡頭 來帶大家看澳洲的美 OK